Hello 大家好 我是軟眠眠 今天呢要給大家測評的呢 今天粉底測評 要測評的呢就是這一個 就是Bobbi Brown的這一個 那這個呢就是現在臉上的這一個 它現在呢是這個樣子的 分開的 這其實是已經是一個替換妝了 我已經用過一個了 外面超級無地料給大家看 還有現在是這個殼子嘛 然後好像這個膠囊的 在這個裡面 這樣子像是一個膠囊一樣 然後裡面啥都沒有 它上面寫的是SPF50 PA三個夾 對 我知道是Extra Light 打開了以後就是這個樣子的 這裏有點浪費 糟糕粉撲呢 沒有粉撲 那粉撲呢是長這個樣子的 我已經撕開過了 它沒有絨 它就是一層補 但是它是海綿 OMG我形容不出來 然後感覺聽看來挺酷很高檔的感覺 OMGOMGOMG 忘記一件事情 我們得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好了我記得挺簡單的 你就隨便按進去 哎呦怎麼那麼難搞 然後背後 其實背後應該對準這個Size 真的歪了 不管 今天是做粉底測試 我就不做妝前了 嗯對直接往臉上就這麼對 好開始對 我們就按一下 按壓 它會有這麼多 嗯拍鋪什麼 多壓一點 喔壓多點成這樣子 嗯 最後跟我還挺搭的 感覺很水潤耶 這邊是拍好的 這邊是沒有拍好的 那感覺會提亮一點 那其實是我的膚色的 然後看得出來它的那個光澤度很好 這光澤度感覺還蠻好的 水潤度又很高 混油的話 或者是油肌 會覺得有點太油 可是我是一個乾皮 遮瑕我估計有個三四層 四五層的樣子吧 不超過五層 但是我覺得是我 鼻筋比較滿意的一個遮瑕了 疊加的話好像會好一點 對但是它並不能完全都遮掉 看到沒有 趴出來它的水 它的那個光澤度真的很好 我很喜歡 我感覺這顏色 跟我的膚色融合得很好的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點太油了 如果有粉能夠蓋應該是最好的 那現在看來 我覺得這個妝感是蠻好的 給大家看一下 看鼻翔 是不是四五層都被遮掉了 但是就是會給人一種太油的感覺 就是太油了有點 一半臉定妝 一半臉不定妝 然後來進行一個對比 定妝我就不用粉餅來定了 因為用粉餅來定的話 會特別明顯 因為就是太油 現在是比較油的妝感嘛 那我就用定妝噴霧好了 定妝噴霧就用Urban GK這一個 這半臉 噴到了 是早上的10點33分 那我們待會再來 我過一會兒把妝化完再跟大家說 好 然後我定妝噴霧就噴了這一半邊 對定妝噴霧就噴了這一半邊 那現在看來的話 現在看來的話 現在看來的話 我覺得它的水光 這個光澤度我是非常喜歡的 對吧 看到沒有它的這個光澤 我很喜歡 是一個乾皮 不能輕易擁有的一個這個光澤 那我沒有打一點點的高光 我只是打了鼻影和 就是打了一點點陰影而已 但是高光我是一點都沒有打 所以呢就是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 嗯 我的口紅擦的是這一支 409 現在是11點 距離上課時間半小時 距離上課時間3分鐘 你超過上課時間3分鐘 好我們來採訪一下一幫幫 對這個妝容的感想 Hello 嗨 採訪一下你 你喜歡這個粉底嗎 Merry Good 我強力推薦 大家一定要去購買 你喜歡這種油油的感覺 對 你覺得它是油嗎 不油啊 你覺得它是什麼 光澤度 皮膚好的光澤度 對 我們期待一下過一會兒 會有什麼樣子的結果 你看我們就下雪 對 昨天下的雪 這天氣的是屬於比較冷的天氣嘛 外面在下就是還有雪 在化雪是最冷的時候 所以也是對這個粉底的那麼一個考驗 現在呢 距離上課已經有一個半小時 我覺得都挺好的 怎麼我感覺有點安全 一幫幫 這個是租雪劇的一個地方 租雪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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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有那麼多的板 然後那邊是鞋子 對 然後它可以租一個季度 租到雪劇結束大概有4個月了 先要測一下它的腳多大 然後待會就要測體重了 這個體重 我看一下我多重先 我先看一下我多重 你有自信嗎 爆表了爆表了 我更好是你一半 真的假的 你看 哇真的 110對吧 是吧 天哪 然後你走開到我 哇真的耶 50 你不要再走 你不要再走 你的腳不會不動 我先去把腳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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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把腳踩 然後就這樣 我先去把腳踩 你毛毛的臭鞋 我們來穿一穿 哇 跟滑船咬的天哪 大狗狗 嗨 嗨 是個鞋式的喘氣 大家看我們在滑船 看到沒有 到你你是我的了 你別把它撐壞了 別人的別撐壞了 撐壞 哈囉 這沒肉 你啃啥呀 他跟鋪瓷堂的姿勢一模一樣 剛剛 現在呢 是距離雙樁時間 有快三個小時 然後我們 我就給大家 就是update一下 說實話吧 我覺得有一丢丢氧化 有一點點的變暗了 可是其實說真的 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然後因為我一般鼻子會比較油 所以我感覺鼻子開始出油了 但是臉上的光澤我還是比較喜歡的 就是看到沒有 鼻子下巴這裡 開始有一點點出油 可是我覺得裝修還是很美麗的 作為一個這個價錢的話 還是很值得 到現在我只兩個小時嘛 兩個多小時 三個小時不到 我們現在在 往一家比較高級的店 這是什麼 滑雪鏡嗎 對 滑雪眼鏡 好 很厲害 他對著我 你要對著我臉 你的臉 沒名字你好 現在要與沒名字去吃午飯 沒名字你今天有名字了嗎 沒有 沒名字今天依舊沒有名字 beautiful just like an angel 與沒名字的午餐 沒名字是辣的 自己多的 沒去叫 帶兵的台梯 感覺帶兵的好看一點 沒兵的台梯 五獎敬達 為什麼台梯是這樣子的顏色 記住 五獎敬達 五獎敬達 趁這個機會 大家update一下這張臉 現在的上妝時間 現在是兩點半嘛 距離上妝時間 有四個小時了 還沒有怎麼脫妝 我這邊是噴了 定妝噴霧的 這邊我剛剛去鏡子裡面看一下 比這邊氧化的要慢一點 我想說的就是 它真的很像自己的皮膚 而且光澤度也很好 但它遮瑕度真的有點低 而且它遮瑕度會下降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 需要遮瑕的朋友 不要選這一塊 好辣 這次來到了這個Walgary 就是上次硬邦邦扯封的那個地方 然後這次呢 我買了一個這個 把它買一個這個 三十刀這麼幾把刷的 大家如果想看瑞瑞的話呢 就請鎖定軟妹妹的電檔 雷明寺在她喝完了 她的台梯了以後呢 找我索要了三分之一的台梯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大家看我頭上面 一百分 每天有考試 我就戴這個帽子 對考試的時候 她都會戴這個一百分的帽子 我們現在要去 我們村的一個二十九年去逛 他怎麼一直在 你現在在哪 在這個美麗工作室 你說這個店是什麼 師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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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妹妹買了一個這個盤 我覺得挺酷的 因為她質量特別好 然後她也一個特別大 妹妹不算歇口吧 師傅蘭的阿姨不准我在師傅蘭裡面 拍她的product 老子還不願意拍呢 再說了 我拍的那些老子都買得起 是不是 對 不給老子拍 我還不想拍呢 小心我一生氣 把她花啦啦全買了 在家裡面我自己拍 幹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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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面有點油 看到沒有 油 可是因為它定妝粉嘛 所以就是沒有定妝的原因吧 如果定妝了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 應該會挺好的 這個裡面就是 厚慢了 挺大的 然後對面有 Origins 這裡是Origins 這條街上的牌子呢 都是一些比較昂貴的 也是昂貴吧 就是還是不便宜的一些牌子 Mac就開在師傅蘭旁邊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不給我拍的師傅蘭 我記住她了 記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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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距離上妝時間已經有了6個小時 好像真的 大家看吧 有定妝碰霧的這邊 沒有這邊出油的厲害 看到沒有 這邊都是油 有定妝碰霧的這邊 看起來妝效比較完好一點 然後光澤度也還是在 還是比較漂亮的一個光澤度 就是鼻翼這裡開始出油了 但是左邊的話 我覺得有 它就是有點點油 然後並沒有浮 也沒有浮 然後也沒有什麼別的現象 包括鼻翼兩邊 最容易浮的地方 它們也沒有浮 還是比較厲害的一個這個氣墊 拉近看真的就是 就是這些皮膚 你知道了嗎 皮膚是很好的 鼻子就看起來有點油 但是臉上是還好的 這邊沒有 這邊漂亮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邊是更漂亮的 定妝碰霧還是 就是定妝碰霧還是 比較重要的 然後我下巴會比較容易脫妝 比較容易浮 那這個有沒有 這我覺得還挺好的 我們現在要去看別的 就是學劇了 我們要去這家店看一看 我們剛剛進行完了 Costco的採購 與Costco的晚飯 所以口紅沒了 硬邦邦在搬東西 蛤?你買了兩個pack的? 哇 大力士 鼓掌 沒拍到 跟蹤 大家看Costco 這個寫著Costco 好久不見你還好嗎? 你的小狗長大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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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灰燼看位子嗎? 我的香片都丟了吧? 文獻不到畫面都棒 這個藉口還不錯吧? 一把剪刀一堆廢話 還不是想求求你回來吧? 我現在呢在我們家洗刷間 因為我就是想說給大家做一個 最後的一個總結嘛 就是光線會不太對 但是呢 總的來說是看得清我的臉就好 我用下來我的感想是 我覺得還是很好的 這個Bobbi Brown的這個氣墊啊 現在呢 因為剛剛我把頭髮扎起來 然後把這個 弄上旁邊去 就醜了是醜了一點 無所謂了 我想說的是 我本來打卸妝的 然後我透鏡鏡子 仔細地觀察了一下 我覺得這粉底也不行 我覺得不行 仔細給大家看啊 大家看 首先那是腦門 腦門上出油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其實腦門上 其實基本上應該沒有太多 雨下來的粉 都是油 然後呢就是到鼻子這兩邊 看有沒有 這邊是真的很油欸 這邊是不是好一點 因為我噴了那個地狀噴物嘛 但這邊是真的很油很油 然後到下巴 下巴其實我覺得是已經脫妝了的 等於說現在我的整張臉 其實就是完全靠著自己的膚質而撐下來的 如果你的膚質不太好 我估計會浮欸 就是其實它就是 你只要不湊近 你遠看其實還是要可以的 對吧對吧 那湊近了就真的 仔細看就是那種毛孔啊 油啊 就非常的明顯 沒有剛剛擦的時候漂亮 可是它臉上的光澤度 到這個地方的光澤度 我還是比較喜歡的 只是就是我覺得 需要很好的去定一下妝 那麼才會有比較好的一個妝效 嗯 有可能不能撐太久 估計撐五個小時之內是OK的 但是好像感覺時間遇到又長 它就開始有點脫 推薦給瑕疵很少的皮 皮膚就比較適合這樣子的 就這個這個Bobbi Brown的這個起點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解散 再說一次 你會說了 你會說了 留在 很危險 如果 да你一起 就很危險 留下我要同情發生 Woo 我的天空 整個那個流星 大汗後 會不會有奇蹟 就算總背影的關係 為你可以表演自己 可不認識自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